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小铃铛 好 台北股市在今天 万事昙花一现 明天还会再接再厉吗 赶快来介绍 在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资认分析师王兆丽 阿官好 大家好 资认分析师谢总理 谢谢好 大家好 要请到财经专家赖先生 献哥 阿官好 大家好 汪宝头部总监蔡明章 大家好 要请到资认分析师林永明 阿官大家好 大家晚安 网络观察家朱学恒 各位大家好 今天一开始 大事 我们的台积电怎么可能掉单呢 台积电好像有支不下去 哪有可能的掉单呢 想不到在今天竟然传出台积电掉单 谁抢了台积电的单 当然是那个夭壮的三星 来我们来看 强碰台积电 三星夺下高通5G的旗舰晶片单 5G旗舰晶片晶片单是 骁龙888 听说有夠厉害 非常厉害 想不到骁龙888 这个单子竟然让三星给夺走了 但台积电的说法是这样 是因为我的产能塞报 所以没有办法接这个单 而不是掉单 真的是这样吗 但不要怪怪 为什么说但不要怪怪呢 因为骁龙888 采用三星5nm制程这件事呢 就有人跑去问高通说 你怎么单子没有给台积电呢 高通的说法是这样 两年半前我们就决定了 那如果是两年半前就决定 那就不是塞报产能线的这个问题了 对 那这个事情对台积电来说 这是大事 因为以目前来看的话 从技术面的层次来看 台积电如果很谦虚的说 我是第二名 全世界没有人敢讲是第一名 所以他永远就是第一名 那为什么会掉单呢 这问题就像阿冠说的 产能塞报 我们先来看这个骁龙888 多厉害 多厉害 因为第一 它搭载基屏晶片 过去是要另外设计的数据晶片 它现在整个把它搭载在一起 所以说这是第一款 而且在5G的两个评段里面 它同时 包括未来的一个微米坡的评段 它以后还可以用 因此它在跑分比麒麟的9000 还快10% 也超过现在 关键是这一句 跑分还强过苹果A14 A14是谁做的 我们台积电做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台积电在今天股价的表现 因为这个消息 这个事情有多严重 我们来看台积电的股价 在今天相对弱势 反倒强势的是连电 我们再来看到三星的股价 在今天非常强劲 再创新高 可见三星很开心 对 当然 对三星来讲 这是大补丸 那有人就认为说 三星来那厉害 高通为什么会放弃台积电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高通说 我不是你台积电一级客户 对吧 过去高通 不管是20奈米 16奈米 14奈米 它都两三边在下单 三星也好 隔了放得也好 台积电也好 够减下 所以刚才 有时候要给它砍价 所以台积电的主管 就起无法 就把它从一级的客户 把它移除到二级客户 因为它忠诚度有问题 对 第二个就是说 三星是高通的大客户 三星手机 全世界排名都 高阶都第一名的 是我的大客户 过去三星这个大客户 包括莲花科 包括海事都在抢 三星还选我高通 对三星来讲说 那我们互惑 所以大家互惑 互惑嘛 你把我做 我给你买 你也做我的行李 我也做你的行李 是啊 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 对吧 第三个就是说 三星的封装技术 竟然已经超过台积电 因为封装的技术 它是不一样的程式 三星这个就是 细通孔的一个封装 它是3D的封装 第一个 它的体积小 第二个呢 它的容量大 第三个 它的速度快 所以光是这三个 在三年前就决定 设计这个晶片的高通 两年半以前 就从三星跟台积电 这两家 选择了三星了 如果照高通的说法 在两年半前 就决定把这个单子 给三星的话 那显然就不是 台积电所说的 因为我现在产能塞报 没办法接单 因为两年半 现在的事情 而且如果两年半前 高通就下单给台积电 也就没有产能塞报 两年半前就下单 怎么可能不接它的单 所以显然台积电 不愿意承认 它自己掉了单了 但台积电 有没有掉过单 也有 对 像高通这种 想咖打想准 心头乱纷纷的 有人看到 我还要 对吧 所以 NVIDIA NVIDIA去年的 7奈米的绘图晶片 它叫什么 要拿给那个三星 台积电怕到 为什么 其实这里面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 NVIDIA的一个 它的黄董 跟张忠某两个 是有革命感情 那你现在张忠某已经退休了 我现在跟新的人 已经没有过去的革命感情 我干嘛对你那四中 我对你四中 你也没对我比较好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三星说 来来来 打六折 这做肉 三架抢单 第三 就是我跟你说 不爽 我跟你说 就是肌肉不爽 我的死对头超为 你竟然对他那么好 你全力支持超为 那你等于就是跟我作对 那我如果不跑的话 那就是我笨 不然的话就是我弱 我跑给你看 那以后 才有谈判的筹码 但是对台积电而言 手心手背都是肉 NVIDIA也是我的客户 AMD也是我的客户 但对NVIDIA而言 AMD可是它的死对头 所以因为这样 其实NVIDIA过去 也曾经老跑过 也曾经让台积电调单过 所以前有NVIDIA 现在有高通 那我们回来谈 这一次的高通 骁龙888 业界给非常高的评价 据说我们咱是真的给 所有Android系统 都准备要用骁龙888 当然 第一个 旗舰机 小米的11 小米11的旗舰机 已经决定用骁龙888 小米在三年前 2016年 它的整年的智慧手机 才多少 5300万支 全世界排名第三 它今年到第三支 已经1.04亿支 它已经全世界 从第七名排到第三名 阿冠 当你到第三名的时候 你就有想那个 坐三望二 坐二望一 那个欺误心就出来了 所以你看现在第三名 它挖几几 第一个 海外一直开店 开小米之家 以前它不是都在线上 在网络销售吗 对啊 因为 它现在也要走店面 实体店面了 不是 听说欧洲人喜欢逛街 欧洲 你到欧洲去 你知道晚上八点就黑青暗会了 但是他们买手机还是喜欢去摸一摸看一看 所以小米之家 他就想到他过去的惨痛经验 他过去小米在中国是第二名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给欧婆 Vivo 他们追上来 因为他们在第四线 第五线的城市里面 开店成本很小啊 他就开实体店 上下人来摸摸看一看 慢慢慢慢超越他 他就想做个惨痛经验 我现在欧洲我不能输给你们 这两三个老小弟 结果他光是在俄罗斯跟西班牙 开了190家店 190家店等于是中国的三分之一 但是他也知道 这个开店刚开始一定亏钱 因为店的那个租金太贵了 他过去他的盈利率曾经从11% 因为开店掉到5.7% 甚至有一年掉到连1%都不到 但是但是 因为他三年前 他的海外市场只有占他小米的28% 你知道今年到第三季 已经拉高到56%了 所以我实战先占 先占先贏 所以这个概念 让他现在有那个企图心 我现在第三名的 我明年冲一下 我就第一名了 所以当小米决定要用 骁龙888的时候 对联发科是一个重要的警讯 所以先带我们来看一下联发科 因为联发科过去是小米的好伙伴 当小米决定他的旗舰机 他的小米11即将推出的小米11 要用骁龙888之后 联发科爱注意 对 现在最怕的那个姓郭的 叫郭明奇 突然有一天有个 给你发一条文说 联发科下修到400 你带给他 我跟你说 所以看联发科 真的会喔 不是会喔 那个姓郭的是心肠很坏喔 他都一直在炒作 台湾的股票 我来看K线图 联发科最近也是因为郭明奇 他认为他明年的成长有限 因为你如果5G 被高通先拿走的话 你联发科就剩下4G 那4G的毛利比较低 本来说联发科的5G 会比较好 但是如果你跑出他的话 这不是开玩笑呢 1 2 3 4 5 6 7 8 9 连9天里面 10天里面9跟黑 那代表什么 代表这家公司有问题 这家公司有问题是谁讲的 国明奇讲的 不是我讲的 所以要稍微观望一下 欢乐啦 对 那我们刚刚讲到 所有安卓的通通用 这个88888 好 所以我们来看高通概念股 在今天红中的表现 三星表现也不错 三星的 小米的 小米的表现也很好 我现在选了两档股票 第一个 三个通吃 大力光 大力光对不对 大力光不是不好 来我们看他的欺负图 因为贿损 之前是因为贿损 是啊 对啊 贿损啦 但是第四季你去那里贿损吗 没有了嘛 因为台票下去就8块钱 我购到那里死在那里 没人没人了 所以第四季就没贿损了 他现在第四季负多少 131块控三 不是13块 我没说不对 131块 今年超过百了 所以这目前来说 我的感觉 他现在出来 包括小米11 小米的Pro 里面镜头都多多多远距的 远距的 远距的 那些数据都要用到他 所以我今年这支要注意 尤其在修正那么久 但是这支贵鬆鬆 没关系 你可以买零股 今年10月不是 叫人说买一股 对 一股一股买嘛 对吧 再来 核硕 那核硕是加工的嘛 他今年前三季断5块9毛1 来 我们来看K线图 现在当然 他的毛利率有较低 5块9毛1本一笔 现在算了 他整理好久 都没钉不动 对啊 5块9毛1 今年现在也贪在6块贵 但是没钉重 会啦 一定会啦 因为这现在 如果这吹下去 叭叭叭就是发发发 发发吹下去就走啦 好 这是悬果的方向 那你们还是要回到行情 来做观察 我们刚刚来看在今天 万事昙花一现 到底明天有没有机会再度突破呢 台股攻破一万四千点 当时台积电休息 连电带头冲 所以让万事昙花一现 不过台股扣关万事 已经写下盘中的新高了 虽然中场翻黑 但在今天已经试图努力了 这么来谈一下行情 行情到底怎么看来 钟灵 基本上还是看多 为什么 你永远都看多 不是 永远看多 我们看到什么做什么 你也看多 你也看多 不是 我跟你说 今天政策有打一点小pass 打pass 对 今天是不是有个新闻说 那个要政策打房对不对 政策打房当然这个 九招 杀手件打房 那这个东西其实你去想一件事 房价高要打房 股市也高 为什么 所以今天营建股是因为 这样才孙顺就好 对 才孙顺 但是营建股在台北股市里面 它全值很低 全值很低的话其实对股市 那打房跟股市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现在热钱很多对不对 热钱很多其实钱就两个去处 一个叫做去房市 一个叫做去股市 那去房市的话 你房价高骂政府嘛 但是股市这个地方 如果股市涨呢 股市涨在经济 偶楼进户 对 偶楼进户而且呢 可支配所得增加 可支配所得增加 消费增加 消费增加带动 居力变成长 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所以你认为打房会让钱 更流向股市 对 就是我尽量不要让钱到房市去 尽量流到股市去 但是这个钱是打房要有效喔 应该 没有 赫止作用到就可以了 因为今天这个钱嘛 对 而且如果除了这部分以外呢 就今天的棋子 其实大盘今天是收 有沙尾盘对不对 收13977 但是下午三点的棋店盘 它一开盘 就在一万四千之上 甚至我们现在录的这个时间点 其实还是在一万四千点之上 所以他在预告什么 棋子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 所以他告诉你说这个地方 明天搞不好怎么样 搞不好再来一次 一万四千点 甚至于什么 我们从筋码的角度来看 好我们来看一下 筋码就是钱对不对 筋码就是钱 最近的台币基本上还在升值 而且升值之前都是怎么样 达到28.5然后收上来 其实如果说你看这两天 你会发觉好像不太对劲 好像流流了 流流了收尾回来了 也就是说热钱一直在进来 那热钱一直在进来的话 钱它会去哪里 去两个地方嘛 房市股市嘛 所以你不要去房市 往股市去嘛 再来看融券 融券还在增加 姑且不论说什么融券是真的假的 因为它最后它一定要回补 它不会凭空消失 它是有期限的 它一定要回补 所以这是现在潜在买盘 现在的空单就是未来的买盘 对这是未来潜在买盘 这是现在买盘 所以如果说你买盘多在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是偏多看 看多 对还是看多 赵丽呢 我是觉得 来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表 赵丽每次都讲模拟两棵 没有 我说整理 现在还是整理 还是整理 因为毕竟长多了 你看一下我跟大家报告 几个逻辑 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像四月 这个是月线图 对不对 四月的时候拉出了一根红棒 这一根大概涨了1200点 一个月 那你看下个月是不是就整理 那要涨也是再等下一个月 那这个地方 大涨的隔月会休息 对 你看大涨隔月休息 那另外一个是七月 七月这个大概涨1400点 那1400点你看休息三个月 那这一次呢 这一次涨最多1500点 那你说又再相对高了 所以你说这个地方真的要再涨 马上这个月要再涨1000点2000点 我觉得 看起来机会不是很大 对不对 相对 所以不会再大涨 所以可能会 稍微整理一下 会整理 我们不要说它一定会跌还是怎样 就是说它至少会整理好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就是第四季它是一个消费忘记 没有错 Christmas之前 大家都知道 可是拉货是提早拉货 因为你要坐船 船运去 所以理论上拉货 有可能都8月9月就拉到10月 所以正常11月的营收 MOM我们讲MOM 它理论上应该是微幅的衰退 那假如说11月的营收是微幅的衰退 12月营收也是微幅的衰退的话 MOM的角度 那基本上 说真的 没有营收的刺激 在大涨之后不容易再喷 所以它基本上来讲 也会容易出现所谓的一个 整理的一个格局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外资的部分 就是说既然指数整理 不会大跌 不会大涨的状况之下 因为现在成交量 还是每天都有2000以上 其实大家很high你知道吗 大家真的 只是个股的震荡很大 那我们就看一下外资 外资讲什么 短线操作防御的股票 防御的股票 它指的意思就是什么 比如说涨价题材的 你像最近 不管是什么八寸金圆厂 记忆体 不管是低润的 就有基本面的 有涨价的 短线有涨价循环的 你看它说防御型 它有没有说涨价型 不 它里面讲的意思是这样子 就是说还有疫情受惠股 现在也是有疫情受惠股 所以它有点名 涨价题材 对 它有点名讲这些 对 疫情受惠股 涨价的类股 那长线的部分 它就是只有的股票 其实它指的意思就是 成长型的股票 那这个外资是谁啊 这个外资 因为外资很多 我看 我今天看 报纸忘了这个外资 好 但是你看经理 对 我觉得就是整理盘 好 蔡总呢 我认为短期有高点 但很快就下来 我觉得正常的人 会在12月这个时候 做两个动作 正常的人 不正常的人就不见得了 第一个 结账 第二个 换股 我们先讲第一个 为什么今年的股市非常特别 极度的恐惧之后 极度的贪婪 所以从那个8523最低点 这样上来64% 现在正常的人 第一个 我们看一下 外资 第一条就这个外资 第一个是外资 外资11月份 整个月买超台股1100亿 但是从19号 我打这个框框 这个19号 11月19号 大概在13800点之后 他没买了 到今天 你猜多少 就11月19号 13800之后 到今天 卖超520亿了 所以外资在提款 温水族青蛙的 对 我们都觉得起起起起 都没注意看 好 第二个 投信不要说 一路买 为什么 投信今年的基金 绩效很好 那个受益凭证的人 难得多年 买基金这么赚的 赎回 赎回 这一点 但是我告诉你 最下面这一条 算好的融资余额 一直在增加 从11月19号到昨天 大升120亿 我刚才讲说 外资卖超多 520嘛 到今天 今天卖 今天卖六几亿 但散户融资 买了100多亿 120亿 好 所以散户比外资还勇 对 温水族青蛙 散户一直在 陶醉那个 极度的贪婪 但是保守的人 我12月给你结账一下 放在口袋一点 包括 我们的政府基金 你看 我们政府基金 最大的是谁 劳动基金 两兆 两兆 做国内股票 谁能挡住他 挡不住这个 劳动基金 现在被骂翻了 不是 因为他太烦烦了 他太烦烦了 11月罕见的 单月公布花获利 他说 不要忙 不要忙 我们11月已经赚钱了 过去没有什么单月公布获利的 疫情不好的时候 你亏 我们就可以理解 后来国票起来 全世界都弄 因为有奶文 9月10月 都还在陪 你都做中当然了 对啊 内省通外鬼啊 那是另外话题 我们现在给他说他的绩效 结果提前意告 我11月 我11月贪 你不要玩都花 我贪2千3百元 好 这句话 谢露千天机 什么天机 你11月份赚了2千3百亿 你是不是大卖股票 否则你拿来实现利益 你不卖你怎么会有获利 对啊 所以劳动基金在卖 务票写在那个纸上户柜 我也说我现在贪1千万 没没尊算 他卖了2千3百亿以上 赚了2千3百亿 不只啦 应该卖不只2千3百亿 但赚了实现利益 2千3百亿嘛 所以既然有赚 就代表他有卖嘛 对 所以这个资金 你把它兜了以后呢 指数是靠着什么 气氛 现在有高点 问题 高点后呢 可能会出现一个回档 好 所以你认为过关会压回 所以蔡总看比较保守 那刚才蔡总说 比较正常的人 这时候应该要开始卖股票了 所以总理你没什么进胸了 我都进胸了 蔡总的眼中你没什么进胸了 你超级偏多嘛 好 所以这段行情 大家各输己见 但是我想在今天盘面 成交量最大的两档 个股有非常多投资人关心 一档个股我们先来看一下 2303的联电 在今天最热的不是台积电 在今天最热的是联电 我们请复控帮我们敲一下 联电在今天 哇 穿穿穿穿穿到半点 差一点要攻涨停之后 做了压回在肩爆出 42万张的大量 联电还会再涨吗 我想问现场所有的专家 请举牌 认为会长的请举圈 认为不会再涨的请举差 我们看到 朱学恒也帮我们举牌了 朱学恒来凑认了 我上次说会涨到一万四 是不是涨到一万四 是啊 所以反而是朱学恒最准 好了 我们再继续举牌 来 我们看到朱学恒是 认为还会再涨 有名 蔡总 憲哥 认为 买过去啊 赵丽也是保守 你这个实在是 我说真的 我们用职力的角度去看他 你去看联电过去的配股配席 他赚多少基本上全部配完 所以只有你跟朱学恒看多 我跟他是 我跟他当兵的时候是隔壁联 你知道吗 他是差一 我是行政 你想 你看多的理由我听听看 能不能说服我 因为他过去配股配席 都是赚多少全部配光光 那以外资这部分 是不是最近有发报告对不对 估他今年一块八 明年两块一 后年三点二左右对不对 如果说以这个 你背得蛮熟的嘛 因为我有研究他 因为如果说我们以明年来看好了 明年如果说赚两块多 也配两块好了 现在这个殖利率来看的话 基本上四到五%对不对 如果说你后年的话 后年因为他那个 那个折旗基本上全部打完了 所以以后 第三年基本上赚三块是有机会的 如果赚三块他又全部配的话 你这个殖利率基本上都太低了嘛 所以呢 所以应该是震荡还会走高 我比较想听朱学恒的看法 你为什么要举圈呢 那我觉得很合理啊 现在还没有到年末 或是真的到结算的时候 该涨该操作的一定放给他涨 把它衝下去了 对啊 哪有说这样收回来的 好 这是第一档 大家关注的个股 另外一档热门股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三四八亿的群创 群创在今天也同样爆出大量 四十二万九千一百 三十三张的大量 群创呢 比连电更惨 连电是盘中冲高之后 还撑红在那里 但群创不是 群创是冲高之后 很快的就下来了 中场收在平盘附近 但是因为量实在太大 我们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K线 群创这两天是指标股 也是焦点股 因为连拉两根红棒之后 在今天出现了十字线 十字线 有人说他叫木碑线 那不太好听了 但是担保要欢乐 所以我们同样也要来投票 群创到底后续会不会涨呢 请举拍 我们来看到 朱学文就举叉了 我们来看到有名举圈 蔡总举圈 憲哥举叉 好 我们来看到 照理还是举叉 钟领还是举圈 我不想问你了 反正你都是一路看多了 来 憲哥 因为面板的一个筹码 应该是蛮乱的 第一个它十块边缘 从七八块涨上来 其实获利已经一大段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人手一张 因为那个最无级的你算了 人家人 划的都很有满足感的 要十张 二十张 三十张 五十张 划的都变大划了 所以今天会出现 那个十字架就代表什么 代表他要拉回来整理 那整理以后 再看筹码的沉淀度以后 能不能再上 不一定喝了就上 有一些喝了就挂了 好 但是有名看多 来 听有名的看法来 好 我想第一个 我们之前有分析过 报价应该趋势还在往上 所以应该会涨到明明 但是这种股票很难 持续一直大涨 应该是这么说 各位 曾经连电涨到二十块的时候 我们也觉得它不会涨 它是也涨了两根了之后 有一根十字线 那个时候就是在二十块 就是七月十四号的一天 所以这样说我想起来了 对嘛 当时我们也怀疑得要死 对啊 因为股票还没涨之前 你都会觉得它已经差不多 第二件事情的话就是说 报价支持 第四季的获利有七十到八十亿 第三个各位 你有没有从图里面发现 像群状这种股票 是突破三个月的大平台整理 那一般来讲 突破第一根第二根就要压回 但是它是连两根之后 大型股材已经吃拼了 不然我生孩子了 所以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原则上的话 它真的 定到这样 而且它今天的量是缩的 所以应该预期的话 大概顶多是三天的整理期 那整理的时候不要见长黑 不要见长黑就能够喝得再上 对 就喝得再上了 好 这是有名的看法 那么回到选股方向 我们来问一下蔡总 蔡总刚刚也特别谈到 要小心 我们的劳动基金在卖股票 这时候怎么看选股呢 今天小型股是成为盘面的重点 你看大概都小于五百张 小股这些 但是我刚才讲说正常的人 第一个可能要结账一点 你不要一直讲正常的人 仲林会一直觉得 你在讲他不正常 不是 不正常的人 不正常的人 但是有时候股市 是不正常的人在赚 对 阿冠 这个投机行情就是要 最近就是这样嘛 年年都没正常的人在赚 不正常的人 可能有时候真的会中乐透 但是那个机率很小 正常的人靠了稳健的操作 会赚钱这个机率高 蔡总不要再补刀 第二个我觉得要换股 要换股 那换什么样的 我觉得要满足条件 我先找一档股票 今天最早涨停的 这个618的合金 618的合金 我们请复控桥桥 你看嘛 都收起来嘛 那合金的话 到底有人讲说 应该细心眼 我认为不是 是我们讲过 第三代半导体的材料 记得吗 GNA SIC 因为这样摸一点边嘛 对 重点是你不要看他最近涨 他今年以来 就一整年到今天为止 他的涨幅不到10% 大半期17% 他落后大半 所以换股的第一个准则 落后 落后 G7D 第二个 他的EPS要出来 但是老实讲 他今年前三季的EPS 0.8% 还要比7年好 还不太容易 没有把握 但是没太好 0.8%而已 对 40几块的股票 所以我今天讲一档股票 真正符合两个条件 落后 但是呢 今年的获利 比去年成长很多的 3260的威刚 好 我们来看 威刚 低瑞模组 虽然今天拉回 但是我们看一下 他的K线 最近也动了 那他今年到目前 涨多少呢 7% 更落后 更落后 真危险 前三季的EPS 4.6% 听好 去年一整年1.9% 他今年比当年 引力状况那么好 这么厉害 为什么没人注意到 不是 我告诉你 因为今年统统涨 金眼代工 IC设计 大家忘了这一些 忘了他 但是呢 现在慢慢的 可能明年第一季 低润的价格 内的价格的话 报价会上来 所以这些 才是真正低估 而且我请大家看一下 价量 很长时间你看 这个量全部都缩 缩 这两天才爆量 量缩的意思就是 没有人没 你很怕说有的人 第一次你买到整个 你拉上来 我就倒 我们最怕这些股票 不用怕 他没有人 在这边 这个买股 这个没有埋伏的 来 赵立怎么看选股 对 没错 我想目前来讲 当然 因为整个行情 其实非常热 我觉得要找一些 新题材的东西 像最近 你不是很保守吗 不知道 因为还是有两千亿以上 所以还是有利于 个别的股票 我跟大家报告 新题材的东西是什么 你要找那种市场 真的不太知道的 并且我们来看 因为昨天我看到 新闻报导 他说辉瑞 英国批准辉疫苗 下周要开打了 对不对 那好 之前疫情一开始的时候 长什么 长口罩 长耳温腔 然后之后慢慢的长什么 长远距教学 对不对 然后等那个 那个药出来的时候 有药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长 莫德纳 等等 我的药 那个 的部分就长 那个中化生 那些原药药的股票 中化生 对 那现在来的 现在疫苗真的来了 疫苗真的可以开始开打 因为 英国已经开始说 下周要开始打 好 那疫苗出来 有一个麻烦 因为你像辉瑞的疫苗 它大概要负70度 它的保存要负70度 冷链 冷链 对 没错 冷链 那巴龙周刊 它提了无党冷链的股票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先看 有这四个 现在来讲的话 有三起 有二起 那英国批准的 就是辉瑞的 这一起 它需要冷链的保存 它要负70度 那我先讲一下 世卫组织说 其实它有一半的药会失效 最主要是因为 没有办法控制到 它的一个温度 那我们看 两档股票 两档股票 就是开利跟英格索兰 那我们看一下 开利的股价 其实它的股价 一直涨 今年大概涨非常多 股价创历史新高 那就是跟冷链有关 对 做冷链的部分 就是冷冻柜的部分 那英格索兰的部分 其实也是相同的 你看英格索兰 其实股价也都是大涨 那台湾呢 台湾有冷链股吗 有 台湾有冷链 大概忽略了 1614的三洋店 我们看一下 它的基本兵的部分 就1614的一个 三洋店这么飙 我们都没注意到 没有 最近对 最近其实从35块多 涨到40块 没有涨很多 那你看一下 它的晴山剂 都出现大升产 EPS今年预估 大概1点是 本业是创近15年新高 那它的冷冻柜的营收 占它的比重 是10%以上的水准 并且它的 它可以做到 负80度 我们一般的冰箱 是负20度而已 它的一个温度 是负20度 它是可以做到负80度 那所以 辉瑞的药 它只要负70度 所以 那问题是 前提是我们得先拿到 辉瑞的疫苗才能用 不是不是 全世界都可以 它要不是啊 它要全世界 它可以卖到全世界 它的冷冻柜 可以卖到全世界 那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是 大家真的不知道 我哪有这么狠 那泰山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它超过 EPS40块 三峡土地的部分 EPS超过10块 所以加一加 所以今天到底EPS 会有多少 今天EPS 大概本业的部分 这个是本业1.4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 业外的部分 那业外会入账吗 之后陆续的开发的话 它的EPS 会有50块以上的一个水准 那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冷链这一块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来讲 我们看下一页 你可以看一下 它做的 其实它之前 它就已经做 负60度的卧室的超低 它已经都热销到日本了 你知道吗 那现在它的技术 早就都可以达到 负80度的一个水准 那你看一下 它的一个成长的一个 营收比重 你看疫情的关系 也不是说只有疫情的关系 这个是今年上半年的部分 的一个金额 在冰冷冰冻库的部分 那这是去年 其实它今年就成长了 37.69%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整个冷链的部分来讲的话 所以蓝色是今年吗 对 蓝色是今年 绿色是去年 所以不管你从哪一个项目来看 它的蓝色都比 其实蓝色比较好 那这个洗衣机 除了洗衣机之外 显示器等等 对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看一下 它的盘中走势 对 没错 我们来看一下 1614的三样电 在金额的眼线如是 1614的三样电 我们用加时敲一下来 尾盘往上走高 上涨3.68% 回到日K线 对 没错 确实漂亮 漂亮 你看它的桌线 其实它的桌线真的很漂亮 桌线来 我看一下桌线 你看 WD它其实这样 WD突破 那新冷链 就是大家不知道的期待 就是在冷链 来 赵丽 你上次来的时候 是报什么股票 我上次来 我来检视一下 你有准啊 没准啊 我之前报过3006的金豪科 好了 我们来看金豪科 来 金豪科 金豪科 我报在这一天 这一天 然后可点 还好你自己有记得 对 感谢不错 所以我们期待三阳电 也有同样的成绩 好 来 钟离呢 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个产业 我们看多做多很正常嘛 看保守做多不是很奇怪 对不对 你现在是找到别人 所以如果说我们看这个部分的话 像刚才献哥讲的那个小龙888 也就是明年的手机产用怎么样 会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的话 有个东西它就会一直缺货 叫什么 叫做LTCC 专业的名词 对 专业名词不用管它 你只要把它想成什么 是一个被动元件就好 过去4G的手机 基本上三到五颗 但是呢 未来今天5G手机 这个我们在节目里头谈过 对 未来的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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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兴科还去并购了一家日本厂商 对 日本厂商 但是呢 但是之前 景德在开法术上说什么 他说现在我的接单跟出货比是4 也就是说什么 我接4个单的话 我只能出一个 目前的缺货产能基本上是很大的 那缺货产能很大的话代表什么 代表第一个 产业对 那第二个我们要看趋势对不对 趋势对不对的话 就看那个股价的方向 股价方向的话你可以看 这三支都同个产业 但是呢 但是呢 都同一个方向 都方向 方向都对的 而且呢 而且不是喷出 不是那种喷喷喷 你不敢买的 慢慢震荡走高 因为啊 投资人喜欢喷喷喷的 最好 最好你今天刚才讲的股票 明天要涨停板 不过 明天他上完车之后 涨停板应该这样说 震荡走高 再来就是喷出 所以现在震荡走高 所以你要先让他有上车的机会 然后涨停这种一种 对哦 也就是趋势队 趋势队 产业队 再来的我们要看 这个月是不是作帐 对不对 作帐 我们看那个投资的部分 其实投资的部分 如果说你就这三次来看 全部都怎么样 基本上都是红色 都是买超 那都是买超的话 甚至像华欣科今天怎么样 今天投资还是要买 反正都是买的对 看好哪一支 其实三支都可以买 你如果说三支要拖一支 当然要拖一支 拖一支 拖华欣科 好 我们来看华欣科 2492的华欣科 我们先来看盘中走势 这没说很漂亮 留下上影线 没下上影线 没喷 你不是要上车 喷出你又要上车 好 那这是他的GK线 对 因为如果说 他跟景德比的话 其实他的每个月的出货 跟景德差不多 但是股价只有景德一半 那目前的投资 相对亲民 对 那投资的部分 景德已经买了7%多 投资目前买华欣科 只买多少 只买1%多 也就是如果说 我后面要再加买的话 谁的后面可以加买的 空间更大 好 我们回到华欣科 我们来看华欣科的投资 对 他是连续买的 对 而且买到目前为止 只是买了1%多 所以后面还有空间 交加准备要做账了吗 非常值得期待 好 台湾的行情之后 几节的你来关心的是 郭敏奇说 苹果明年MacBook Pro 要采用全新设计 2022年的MacBook Air 也要搭载全新设计 什么全新设计呢 mini LED 你会发现今天 翻开媒体 mini LED的新闻 有够给他多了 郭敏奇说mini LED 苹果的折叠机说mini LED 三星说mini LED TCL说mini LED 今天你只要打开报纸 通通是mini LED mini LED是在逛什么 现在是在夯什么 所以今天你看盘面 台股的这个mini LED的股票 红通通啊 这个些也有亮灯涨停的 不过我们来讲一下 其实mini LED我们已经讲两年了 但是不同的是从名言起风了 产品出量 来 郭敏奇预测 这个 刚刚献哥才骂过郭敏奇 没有啦 人家都有这样很完整的一些报告 我们来讲一下他的预测 对 也给他参考一下 例表最强苹果分析师 2022年 这个苹果的MacBook Air 会搭载这个mini LED 然后呢 我们注意 这个以下的这个数字 那2021年就明年的话呢 苹果全系列的产品 搭载了mini LED 大概出货1000到1200万台 好 重点是2022 Double 到2500到2800万台 这就是有量了嘛 对 所以以前讲 这个都概念概念 没有好啊 产品没有出量 现在已经到市场了 那再过来 其实最快今年年底的话呢 这个iPad Pro 就搭载了mini LED 最慢明年低级 所以从平板 到MacBook都有 我告诉你 还有一个更可怕 有人传出啊 苹果折叠的手机 在2022年要问世啊 也要用mini LED啊 折叠手机也是mini LED 明年大概生产200万台 这个量也蛮大的 再过来介绍 中国的TCL 那更厉害啊 4500块人民币啊 台币不到2万 55吋的mini LED 比较烂烈啊 没那么小 TCL啊 对 TCL它是涨涨停了 所以今天如果 你看它的K线我告诉你 今年全球的面板厂 它涨幅最大 它起60% 它就扣mini LED 结果它有办法 卖到这样下下轿 成本那么低啊 还不去找台湾 它的背光源 就是液光 就液光2393背光 对 液光来生产的 不过我们来讲一下 就说这个mini LED 我真的很好奇 mini LED跟一般的LED 到底差在哪里 我们先看一下 不管是在亮度啦 发光的效率啦 能耗啦 寿命啦 其实mini LED 都比较好 好 我们直接看一下比较 左边的是这个mini LED 右边的是传统的LCD 差很大 没我改水嘛 你去看看 那个mini LED 色彩多么鲜艳活泼 没比较不知道 好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 它自己也是嘛 对不对 mini LED是左边的 那差很大耶 对 差别很大 再过来mini LED 应用在车灯 我给各位看一个画面 因为它那个mini LED 花光是流线型的 它那个车灯 还可以在地上打字 还有音乐符号 好 那这个 接下来一个画面 我觉得也不错 一对老夫妻 可以在地上打字 对 一对老夫妻来的时候 就打出来 打一个什么 这个什么 一个爱心 对 很有趣 以后有这种车的话 给女朋友或太太 一个supply一下 也很好 所以这样的一个发展 会把我们很多的产品 推向另外一个季节 那从明年冲亮 但是大家会问 明年是不是mini LED 成为选股的一个关键字 肯定是选股的关键字 我们刚刚看到在盘面上 已经昂貴了 对 好 我们第一个讲一下友达 当然友达 大家对他的观念 还是在传统的LCD 但是其实友达 就像做车用的 对 他投资了隆达 就跟金电合作 那隆达在这方面的技术 非常的厉害 那友达最近的股价 其实已经涨了一段 不要看这段 已经涨了30 40% 但是我们预估 今年的EPS大概0.3 因为前三季亏 第四季赚 然后整季是 整年是0.3 去年是亏2块 所以亏转盈 对 那明年我们估它1.5元 会喷出来 所以友达 我认为应该拉回 通通是买点 再过来 我们刚才讲过 TCL的合作伙伴 找了2393的异光 我觉得这一档 真的是委屈 真的是委屈 我们来看到它拉尾盘 对 它的股价 今年都没涨到 都没涨到 但是呢 今年前三季的EPS 大概已经来到了2块 去年一整年1.8 今年前三季 转盈去年前年 但是股价都没涨到 为什么 大家都只注意经典 因为经典的题材 比较有想象 但是忽悦了一个脚踏实地的 这个异光 我觉得这一档 是严重的被价值低估了 好 委屈了 直接在你来关心的是 嫦娥5号不只登陆月球 而且要带回一杯月球的图 所以我们来看到 中国的嫦娥5号 已经成功登月了 连NASA都发了贺电 最特别的是 这一次嫦娥5号不只是登月 而且首次踏足风暴洋 据说美国没去过 苏联没去过 还带回了最年轻的土壤 雪恒 这一次的特别的地方 先在于人类上一次 带回月球上的土壤 44年之前了 你可能觉得 人类不是已经很发达了 没有 有一段时间忽然 美国跟俄罗斯 对月球完全失去兴趣 所以这一次 这个中方再成功的发射 连续到第5号 终于成功的 要开始挖掘的工作 而且已经完成了 这是在取土壤 对不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取的是两公尺以下的土壤 也就是不是从表面挖一球就好了 那它所降落的地方 是在风暴洋这个地方 附近其实地形不是那么方便 以前人类为什么不去 是因为它周边的这个 被陨石坑冲撞出来的山 大概有1300公尺高 那你要成功的降落 从600公里以外 就要开始减速搜寻平坦的地面 然后降落 但最重要的是 因为它降落的时候 几乎是自由落体 所以它的 所以它现在就在降落 据说 这是惊心动魄的800秒 因为这800秒里面 你看到这是模拟动画 为什么800秒非常麻烦 它等于是一边飞 一边要确认 因为月球也会自转 它一边也要调整自己的速度 然后降落在风暴阳这个位置 如果直接以自由落体降落的话 它必须要有够好的吸震 不然里面的设备 通通都会坏光光 在这种 而且听说它降落 只有一次机会对不对 不能失败 因为不然就过了 因为那整个点 就是你一边自转 然后你一边飞行 然后要降在那个地方 所以等到它好不容易 从地球轨道来到月球轨道 然后一路要进入月球表面的时候 这整个800秒 中间不能有任何的误差 晚了一秒 或者是喷射引导 少了一秒 都会失败 所以在这个运作的模式之下 它们已经成功了 代表中方在远距离遥测 远距离控制 跟太空中的设备运作上面 已经非常非常厉害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刚刚说过 远距离遥控 所以它有个定向天线 要一直对着中方的基地 那这个基地 它要穿数据回来 对 要不停地转 有点像你从1000公里以外 要射一个子弹 射到一个杯子里面 而且还比这个难很多 所以它要不停地调整 不停地动 等到降落之后 才开始挖土 那挖土完了 就要把这一个 比过去所有的土壤 都年轻十几亿年的土 带回中国 而且最重要的是 全世界都想要跟它 要这个月球土壤来研究 那学生 这个画面是真的 月球表面就长这样吗 基本上月球表面 就是一个荒凉的所在 所以它降落之后 你看到那个盖子 盖子是干嘛 我们先这样讲 因为它降落的时候 会掀起月尘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 那个灰尘 你也也是灰尘 对不对 不对 它立跟刀一样 如果今天 你的太空人吸进去 你大概就死定 它会把你整个肺部 所有围血管都割裂 所以它还要特别用一个盖子 把观测器盖起来 不然只要有一点月尘 整个表面的玻璃 很有可能都被磨坏 磨伤 所以在你看它的目的 就是全自动无人对接 全自动无人挖掘 全自动的起飞 然后现在要回了 要用第二宇宙速度 就是脱离地球轨道 最慢的速度 再飞回中方 然后成功的降落 目前看起来 所有的运作都非常顺利 据说它在降落的过程当中 因为那个姿势 不能够有任何的偏差 它们怎么样去确定姿势没错呢 就是看星星 所以我们才说 刚才那一个观察窗 那个精密的眼睛很重要 因为在月球上 你也不能像这个 譬如说在台湾 你也没有GPS 或是101 我要看这个方向 所以它一定要靠天空中的星象来定位 当你确定星象 才知道你降落在精准的那个点 才能够从600公里之外 一路往那边进破 所以这一次 所有全世界的太空机构 都直接恭贺说 恭喜你 成功地达成这个任务 希望我们也能一起研究月球的土壤 好 嫦娥5号成功登月 而且不止成功登月 还带回了月球的土壤 这是一个极大的突破 甚至有人说 从嫦娥5号登月的这个阶段来看 其实登月的这个太空任务 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了 在这里头 其实有谈到一个叫做定向天线 所以今天据说光通讯 也在庆祝嫦娥5号登月的这个历史时刻 我们来看一下光通讯的主谱表产业链 那这里面 从通道里面的光纤光纜 零组件里面的主动元件被动元件 然后再来到这个所谓的通讯设备 我帮大家来选择 最有竞争力的六家公司 就联雅全新 仲打联军 再加上这个友信明太跟何情控 那这里面还肥燕瘦 任君挑选 那我们就来讲最便宜跟最贵的 我们先来讲最便宜的部分 最便宜的呢 先锁定这个通讯设备 那基本上通讯设备都跟WiFi6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那到底是要买友信号呢 还是要买明太 还是要买何情控 目前来看 这三档里面评价 最合理的应该是3704的合情控 合情控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友信 友信我们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各位 这是在今年我们在分析 友信不是有经营权之争 当时我们拿它来跟质邦比 对不对 好 那个时候的股价是多少 12块半 我们那时候在讲的一个观念 我说它再怎么烂 也不应该跟质邦差这么多 这就是台积电跟联电的概念 所以你看现在不是就从4月14号的12块半 现在25块8了 对所以脱离平台太大的一个区块 不建议考验 然后第二个各位看明太 明太的第二季真的不错 EPS不错 而且最新公布的11月营收 没有人在3号就公布营收 它今天就直接公布 就做多的新代很明显 你看创历史新高 但问题是它的一个股价也创历史新高 所以现在唯一EPS第三季更胜 但是股价还没创新高的 反而是3704的核心控 所以我们回头来看一下 3704的一个股价 那我们来看核心控 我在8月25号有分析过 那时候20 好 24.15的时候 那10月20号也有分析过 上去之后被狙击被埋伏 刚刚说的 对 但是没关系 命好不怕运来磨 你看 今天又突破了这个平台的一个高点 所以我想这档个股 应该是既有幸跟明太之后 市场比较会去看的 好 那我们来讲光通信里面最贵的股王 那家公司叫什么呢 叫3081的联雅 一般来讲 我们在分析IC设计的时候 如果你不提系列KY 人家说你不懂IC设计 如果说你今天在分析 这个mini LED的时候 像我们之前不是跟各位讲惠特 但你一定要都把股王抓出来 那这里面光通信的股王就是联雅 各位可以去看 123G 加起来其实赚的并不多 所以大家一定会觉得 他本益比很高 因为他现在是贵为200多块的股票 但问题是因为他掌握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技术叫累金 那这个累金的话 尤其是EPI WAV的一个部分 是有量产这个限制的 那欧美是有独占性 但是国内唯一可以跟他拼的 就只有联雅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 联雅在中国大陆也切入到 很大的一个市占率 所以我们明年在看联雅的时候 应该基本上市占率跟成长率都很高 那各位可以从现行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已经突破了之前的292.5 今天来到了295 重点是我们刚刚讲了一个故事 我说国泰投信的那一档EPF 基金经理人要进去买 那投信的持股如果过高的话 他一定不会一直考虑 因为怕会被盗破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